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Eddie 還有我們的麥姬 他們的夢有沒有可能實現呢 他們的夢想到底是什麼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們先來看看 麥姬的夢想 麥姬的夢想是 剛提過了要開一個實體店面 開店計畫書 創業的成本你說要存到100萬 100萬要開店 然後希望開在西門町 兩坪就夠啦 小小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主要是衣服而已 然後其實我覺得衣服 你店大間的話 我覺得人家逛的話反而 我不知道我覺得兩坪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就東西放得比較 很豐富這樣子 你如果喜歡的 你自然而然快就會出去了 假如說你是為了我而來 你會慢慢的看 這樣兩坪 然後租金你大概抓2萬左右這樣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一張 那麼還包括了像是 人事你說要請一個公讀生 然後去泰國跟香港來批貨 週轉金20萬 然後計畫明年暑假 就希望可以開店 希望明年暑假 那你剛剛 文仁姐還笑他 他一個月存5000塊 這樣你要存多久才存得到你的100萬 所以我會改變我的存款方式 真的喔 對 然後文仁姐你帶我們來看看 他這樣的一個開店計畫書 應該是 對啊 第一個創業成本100萬哪裡來 我就不知道啊 對 他一個月5000塊 那兩個月才有1萬塊 那你要200個月才存得到100萬 200個月多久啊 10年 那如果改成一個月存3萬塊 是不是就很快了 就比較快了啦 對 不過我覺得這創業成本 倒不見得一定要抓到100萬 對 因為如果說你的貨本身 並沒有這麼大的一個量 還有就是說你挑選的地點 並沒有那麼貴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要100萬 不用100萬 對 現在很多年輕人 他都是在那個網路的商場上開店 其實那也是一種開店的模式啊 你真的不見得一定要找一個店面 因為店面還有這個電租 還有水電 對 這些事情 可是黃仁姐 你會覺得跟他買東西 就是要看到他的人 對 對不對 因為他的特色就是他的人 他帶給人家很開心的感覺 就像你剛剛講他賣歡樂 所以他非常需要這種 面對面的銷售方式 是是是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攤位 會比實體的店面更好一點呢 這個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對 就是說挑選一個點 這個點不要太貴 對 然後呢就是說 你押賦的成本不要太高的時候 事實上是不見得要到100萬 因為我們看他批的東西 好像也不是屬於那種 單價很高的東西 我們盡量避開韓國 因為韓國成本很高 那拜託好好奇 你為什麼要跳在西門町 因為西門町都是學生族群居多啊 我又考慮就是那個 一中街那邊 因為那邊都是學生 然後我覺得市場就是學生嘛 那再來就是 我賣的衣服也就都是一些 就剛剛說的 就是迷思的人才會買過 迷思的人才買 會迷思的人 就一方面在西門町 再也就是一中街 真的嗎 所以我們在那邊都比較迷思一點 然後就追求流行就去那地方 所以這個 他挑的地點還不錯對不對 對 我覺得就是說 他可以實體搭配虛擬 像他現在也有在網路上賣 可是是在自己的臉書啦 我覺得這個規模稍微小了一點 所以其實他是可以擴大一點的 你可以就是說 還是在開網路上的實體的店面 比如說在幾個比較大 大型的網路的商場嘛 然後再來呢 你的確你跟這個顧客 有一個近距離的接觸的時候 其實是很討人喜歡的 但是你不見得要天天 對不對 因為他剛剛他下面也有講到 他會請公讀生嘛 那我就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啊 因為他的銷售方式是這麼的特別 那他的公讀生有沒有辦法複製他的模式 還有沒有他的人氣 這可能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公讀生要找一個跟你類似的 對 瘋瘋癲癲這樣子 對 而且就是不能常常 就是我除非就有工作的話 我才常常來 不然基本上我就都要在店裡 就是自己在那邊顧店這樣 不過這算你的終極夢想對不對 你希望可以有一個自己小小的店面 對 我爸媽也是希望說 我可以開一間店這樣 不要只有網牌擺地攤這樣子 真的喔 對 那瘋瘋癲你幫我們貼一下圈叉好不好 好 對 到底是哪一個OK 哪一個不OK 我覺得地點他講的是滿有道理的 那坪數真的也不見得要很大 所以我覺得兩坪也差不多 那這個租金就要看你 租在什麼樣子的地方 這個我就不貼了 這個真的要跟爛 你是放在哪裡嗎 在人事方面 我的確覺得他會有一點問題 除了我剛剛講的那一點以外 因為他自己本身在利潤上面 到底要抓多少 這個他是不清楚的 他是非常隨性的在賣 可是說真的 我們如果要帶員工的話 你一定要告訴他 這個東西沒有多少錢 我是不賣的 這個東西一定要講得很清楚 否則如果這個員工 跟他一樣瘋瘋癲癲的 就要賺錢 對 給他付他薪水了 結果他們 薪水不一定 薪水不一定 我羅購徒生如果請的 就是我做到的朋友 他們如果在家裡 每次基本上去我的店坐著 其實是幫忙我固定也OK 你沒有要給他們薪水的意思 就會請他們吃飯 或者是送他們衣服這樣子 然後送他們一個女娃食 其實麥姬 我覺得你的思考這個部分 可以稍微改變一下 因為其實他拿了薪水 他就有相對的責任 還有義務 他才會好好地幫你做事 比如說bodybody的 好像交朋友一樣 他該開店的時候不來 你就煩死了 所以你今天隨性地在賣東西 跟你要創業 我覺得是兩回事 所以你在開店之前 我覺得你還是要先調整一下 你的想法 比如說產銷 人發財 這些邏輯 理性上的事情 很重要對不對 你還是得顧一下 要不然其實就是 就好玩一場 其實滿浪費時間的 對 還是要賺錢最重要對不對 賣錢還是要賺多一點錢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看Eddie 這個Eddie也有他自己的一個 這個他的未來的一個計畫 他的夢想是短期他要拓展他的團隊 那麼剛剛他提到了說 如果有多一點下限的話 就會多一點被動式的收入對不對 沒錯 所以拓展團隊 然後中期目標是 兩年要存到第一桶金 然後呢 未來就是希望畢業之後到日本去留學 那在拓展團隊的這個部分 你現在有做什麼樣的努力嗎 就是去找出就是誠信正直的跟我 然後也是一樣想去改變自我的年輕人 對對對 然後去我去幫助他們 然後在我們目前這個團隊一起成功 所以就是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沒錯 對 然後你的忠誠目標是要存到第一桶金 兩年第一桶金應該是還滿容易的 你看賣金 他兩年就可以開電了 我現在就被動性收入來說的 哈哈哈哈 對 所以其實你很省 然後又存錢 然後兩年希望可以存第一桶金 那你存錢的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去日本留學 對啊 因為我本身會來就讀日文系 就是本身對 第一就是追星啊 追星啊 就是還滿喜歡兵器部的 哈哈哈哈 所以你很想去日本看他是不是 真的 然後就是開始去 慢慢自己去學語文 然後我覺得去學語文 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 直接深入到當地 對對對 所以就是你希望可以有朝一日 到日本去留學 然後也可以在當地 然後這個喜歡的兵器部 很可愛 那文人姐你帶我們來看看 他的目標你覺得咧 我覺得其實都滿可惜的 第一個拓展團隊 我倒是想給你一點小小的建議 其實這也不是我發明的 是我真的認識一個年輕的朋友 他在念碩士班的時候 他就開始創業 但是這個創業夥伴哪裡來的呢 一定是同學 對 所以其實他在大學的時候 他就開一個社團 這個社團叫創業社 然後他就召集一些對創業有興趣的年輕朋友 然後在這個社團裡面做一些互動 可是他規定他自己擔任社長 他規定加入的人就要玩真的 什麼事情都要把他當成一個實際的生意 在那邊討論在那邊執行在那邊練習 所以經過了兩三年以後他在大學的時候培養了這些志同道合的夥伴 到他念碩士班的時候他就開啟了他第一家公司 而且這個公司是賺錢的 那既然說現在Eddie他也是在學校 我覺得其實也可以從社團開始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夥伴 但是不見得要是創業社 其實他像什麼皮膚保養社 都可以對不對 其實都可以 美容社 對 只要你們有一個核心 大家很想要去共同的努力經營 然後去研究的 其實我覺得是蠻容易可以吸納到 就是說跟自己有相同想法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 他的短程目標是絕對沒問題 但他的長程目標他真的非常會存錢 所以我覺得他的忠程目標也絕對沒有問題 然後再加上他是日文系的 所以你帶一些留學的考試也要準備 那我相信他的目標倒是還蠻踏實 應該都可以做得到的 對 所以這個Eddie你就是加油 我們希望可以在兵棋部演唱會上 看到你在旁邊 在上面搖這個螢光棒對不對 很可愛 不過這個文姐你繼續帶我們來看看 像我們覺得Eddie很特別 他是一個男生 然後他賣的東西是直銷的保養品 這一點你覺得很衝突 但是他有他的利基點 但是如果講到直銷 很多人會對直銷覺得很排斥 是很抗拒 不過其實這個很多人是靠直銷致富對不對 那這個男生女生到底在這個直銷當中 他有一些適合跟不適合對不對 你帶我們整理出來看一看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時代 真的都沒有什麼一定的啦 那其實我們在賣的東西 所謂的直銷 他就是沒有一個實體的店鋪 那沒有實體店鋪的好處 就是其實你不用付每個月的租金 對 還有水電費你也不用去雇用員工 這個部分 那直銷其實你可以想的單純一點 但是我們走到實體店鋪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很討厭店員這樣 一步一驅的給你壓力 對 其實在直銷上我覺得它的道理是差不多的 其實你只要有好的商品 你讓別人知道了 你就等於行銷出去了 那為什麼會引起人家的反感 其實就是因為通常很多直銷的人 他太想要把他的東西推展出去了 所以即使他不是在一個店面 他也是很用力的在銷售 但是我覺得他的方法是很好的 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有點像是 小小這個商品的代言人 然後他鎖定了一個 大家現在都很關心的一個目標 例如說這個就是毛孔出道 或者是這類的問題 他基本上是很多在這個年齡層的人 都很關心的議題 他自己去把他小小的代言出來 大家就自然是去靠近他 然後他也是很誠心誠意的介紹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就沒有造成那種直銷 很容易讓人家引起了那種反感的這種因素 那至於應該要賣什麼樣子的東西呢 其實我想在直銷裡面 它就有很多這個食衣柱形方面的東西 那其實我覺得也現在這個時代 也沒有男生一定要做什麼 女生一定要做什麼 其實這個手板它只是就是把它列出來 好像看起來是比較適合 但是其實你還是可以打破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對 比如說像食裡面 就有像營養保健的食品 這個東西是任何人都可以有的 那任何人去推展去推銷 我覺得都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對 不管瓢盆也是一樣 它就沒有什麼性別限制 禮盒也是一樣 咖啡也是一樣 但是以這個美容保養來說 在我們就是一般來講 其實還是女孩子比較重視一點 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想說 消費族群裡可能是女生比較多 所以我們會把它放在女生比較適合的 但是我們今天Eddie就打破了這個迷思 對 他告訴我們說其實男生也是很在乎 對 所以其實蠻好的 就是男生來賣這些東西也蠻好 不過我要請問一下麥基 麥基你看他們做直銷 你自己對於直銷的想法是怎麼樣 直銷就是我覺得真的都是看那個人對我的態度 對 所以還是人的關係很重要 有些都會很直接就是很 就是他那個企圖心太過於強烈 就有一點害怕 對 會有一點就排斥 可是我是真的是像是交朋友的這種方式 然後慢慢慢慢的就是進攻你我覺得 慢慢進攻你 就是慢慢的突破你的心房 不要讓你就是馬上就是要一直 要跟你說他要幹嘛什麼的 對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對 所以其實還OK 就大家對於直銷你不要太給人家壓迫感 其實OK的對不對 那文人姐我們還有一個這個要提醒大家的 我們剛剛其實呢前頭提到了說 其實賺錢很重要 但是如果一份正值的工作 這個收入真的不夠多的話 大家希望可以兼差多賺一點 但是呢其實開宗明義就要提醒大家 你在兼差的時候 不要影響到你的正值工作 這一點好重要 你帶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年輕人兼差 有一些很重要的因素 千萬千萬要這個好好注意的 那如果你是上班族就像治癒所講的 上班族呢你在兼差的時候 還是盡量不要引起老闆的反感 甚至不要告訴他都沒有關係 對 可是像他是藝人其實就比較沒有這方面的關係 那你是學生的話 基本上老師也不太管你 如果你還可以畢業的話呢 應該都沒有關係 但我覺得就是說每個人生的階段 都有對自己最重要的一個使命在 那對學生來說可能是讀書那是最重要 對上班族來說這個正值工作最重要 對藝人來說如果你可以多元化的發展 我覺得未常也不是一件好事 是 這個每個人就要去評估他自身的狀況 對 那我們在兼差的時候 他不管是正值的工作 或是兼差的工作 你去推展的東西都要有信心 有信心推銷起來是格外的順暢 而且也不讓買的人去怨探你 那像這個Eddie的方法 他是選擇一個有品牌的商品 但是雖然我們賣機講說 我賣的東西都怪怪的 可是我覺得他其實在銷售一種歡樂 而且他賣的是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比較小眾的市場 就是屬於叛逆期的 叛逆期的青年人 他其實也在賣一個讓人喜歡的東西 因為現在年輕人他在叛逆期的時候 他多麼希望自己是與眾不同 所以他就是用他獨特的眼光 去挑一個與眾不同的商品 那其實我覺得還是屬於有信心的商品 不過你要就是長久的做這行的話 可能你在這個產品的這個找尋上 還要不斷的努力才行 另外還有這個透過磨練 可以提升溝通技巧銷售能力 其實在兼拆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充實自己對不對 讓自己過去在這個 未來在職場當中也可以更有競爭力對不對 然後財務的控管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這兩位賣機特別是 希望你可以快一點這個 好 應該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對不對 你以後乾脆就是賣機愛你 賣機愛我 然後有一個這個完美的一個賣機的品牌 這樣或許會覺得感覺很不錯對不對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請到三位來參加 那麼包括了像兩位 像Eddie還有賣機 來跟我們分享 他們在兼拆賺錢的過程當中 很多的乾苦談 而且很可愛非常有趣 那麼也謝謝文仁姐 來跟我們分享 到底在這個兼拆的過程當中 我們應該注意些什麼 那麼希望這個兩位未來 都可以有很好的前景 那麼同時呢 也非常謝謝大家收看 富裕向前衝 我們一起來當大富翁 大家下回再見囉 拜拜 謝謝